歡迎收看兩點說新聞新聞看民視 我是張孟琪 今天是民進黨初選 電話民調的頭一天 那是民調今天得非常順利 相信在這禮拜是就知道結果了 好那另外一部分也非常刺激的 就是國民黨的黨內初選 今天已經確定了初選的名單 分別是郭台銘 韓國瑜 朱立倫 張亞中跟周錫瑋 這五位人要來拼輸贏 好 現在當然很怕這些人 黨內富大打得流血流血 所以國民黨就要求要簽公約 來承諾說大家都不會脫黨參選 不過郭台銘也是交易員 他說在早算版權到現在也不清楚 要大家先賣簽 好 那另外一個主題 就是國際焦點 現在大家都關注的是香港的反送中大遊行 不過郭雄其中韓國瑜 頭上的時間去問到的時候 他竟然是說他不知道 這個韓國瑜到底是真的不知道 要是怕去解釋到中國呢 我們等一下要一起來探討 首先先來歡迎我們的特別來賓 第一位是民進黨新北市議員王淑慧 主持人 各位來賓 各位親愛鄉親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民進黨立法委員何志偉 孟姬好 大家好 好 再來是我左手邊前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胡文綺 孟姬好 大家好 好 最後一位是民進黨新北市議員李昆成 孟姬好 大家好 好 我們現在要馬上先來看 民進黨總統操選民調的頭一天 蔡英文跟六千點他們都在做什麼呢 好 蔡英文一早就出席美國FBI國家學院校友會的顏席營 那接著呢 又參加了北榮的這個新大樓動工典禮 好 那另外一方面呢 那賴清德則是出動了車隊掃街要從這個雲林北港的武德宮 一路向北掃到這個彰化台中跟苗栗 好 蔡英文跟賴清德今天是各自全力衝刺 不過呢 談到非常敏感的問題喔 那是這民調夠罪喔 哪是輸是要怎樣 好 那賴清德是非常堅定的表示 如果是他落敗 他一定會接受這個最後的結果 全力支持蔡英文總統來拼連任 不過在那前行那前倒病 蔡總統的最新回應是什麼呢 蔡總統說他也是會遵從黨的決定 他說一個黨員必須遵從黨的意志跟決定 所以最後不論是誰勝出 都會非常團結的來打這一場2020的選戰 好 那面對民調開跑的第一天 今天賴清德跟蔡英文 他們是分別抱著什麼樣的心情來應戰呢 來看我們的報導 晚上就要開始初選民調 總統蔡英文一早還是忙著跑公務行程 調查局和美國FBI國家學院校友會 合辦的顏席營 邀請亞太地區20多國 170多名高階執法官員參加 總統特別強調 台灣是國際執法合作 在印太地區的重要成員 從兩國調查局的合辦活動 看得出執政三年 外交上獲得美方信任和支持 只是初選民調這關還是要先拼過 那上千名支持者籌了兩百多萬 替蔡總統登頭版半版廣告相挺 他看到了嗎 行程是滿滿的 剛才確實我們的幕僚有提醒我 我有注意到這一則廣告 那我也非常感謝我們這些支持者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我們的整個初選可以順利 感謝支持者相挺身為總統 要替台灣守護民主 蔡總統提到前一天香港的反送中大遊行 香港人被一國兩制之下集結捍衛自己權益的同時 台灣人更要珍惜自由的空氣 我們對於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人們 我們都抱持了一個支持的態度 那我想這個自由民主人權就像空氣一樣 那如果我們不守衛好的話呢 那我們將來要捍衛的力氣可能都沒有了 那也因此對我們來講一國兩制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 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 相較中國是一掌民等 我們應該要展現我們的勇氣 應該要聲援香港 支持香港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生活方式 這應該是我們共同的使命 好 剛才要看我們的新聞報道 除了總統蔡英文跟賴清德 都在聲援這場香港的反送中大遊行 另外我們也想來討論的就是 小英總統昨天的最新回應說 他不管這個民調的結果如何 他都會遵從黨的決定 好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可以解讀說如果今天民調 如果是總統蔡英文輸了 那他就會來挺賴清德嗎 我們想來請教一下淑慧您怎麼看 天佑台灣啦 民主進步黨就是這樣 這麼有民主的風度啦 雖然喔 別說國民黨啦 很多人在說喔 民進黨什麼會選前改幾遍 那其實不是要再改啦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認為說啊 可能都會尊重現任的 應該是沒有其他好選人 所以呢 並沒有用這個設置聽書 說得好色好色 當然我們要用這個 這個選舉的聽書來交給中指委 我們要尊重他 所以尊重的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一些不一樣的聲音 但是一部一部都電現出來嘛 尤其是在前面我們這樣看到 兩個人在這個政見當中 好想都將自己最重要的政見 聽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感到說 今天的臺灣 剛才有我們民主進步黨 因為呢 我們已經很明確的 甚至說羅青町也一直在說 說萬一 如果是死的時候 那就是選民決定 要讓蔡英文再拚四年 今天我們也看到說蔡英文 一直向選民來交代說 如果 你如果決定是什麼人 他一樣 雖然是現任的總統 優惠的尊重 選民的決定 所以我建議說 請你們大家 還要讓民進黨這個機會 一定將我們臺灣 將我們的中華民國 帶進去更好的境界 好 那時會議員剛才說 包括在政見發表會上 還有總統蔡英文昨天的回應 都展現出了這個蔡賴兩人的民主風範 那我們想來請教一下昆成議員 你怎麼看蔡總統昨天的最新回應 這其實不管是蔡英文還是賴清德 不管最後誰出現 這個支持者一定希望兩個人要團結 那所以這個蔡總統他昨天講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他過去一貫的態度 不管是誰出現 那黨或是黨的支持者 一定會要求兩個人要合作 那所以說對於所有民進黨支持者來講 燒歪目照 其實三天之後大概最快禮拜四答案就揭曉了 那其實我們這段在行程 在跑行程的時候 我想蘇惠姐也是一樣 其實大家雖然有點焦慮 那可是也希望說這個初選這段期間 其實兩個人 我認為沒有說太傷和氣 那所以說這個最後這個網 我認為還是可以補起來 那也希望說這個禮拜三結束 甚至在禮拜四結果出來之後 不論你是支持誰 不論你是支持蔡英文 支持這個賴院長 都希望說這些支持者也能夠歸對 不要說像國民黨有非函不投 或是四函不投的這種情況發生 那也希望說就像我們左主席所講的 這次民進黨出現 雖然過程當中大家有些真實 可是我們最後畢竟還是完成 我們整個初選的這個制度 就像剛開始所講的 初選的最後的這個機制不會改變 那我們也做好了初選的準備 就像這個一輛車子一樣 我們永遠打的這一個這個方向燈 後面這個車尾燈一直讓國民黨來看 就是說至少我們有一個初選的一個機制 引領的國民黨 也希望說國民黨把這個初選的機制 把它做好了 我想一個比較正常的 不是奇奇怪怪的初選機制 就不會有候選人說要退出來 那所以我也希望說 大家支持者不要焦慮 這個禮拜三之後禮拜四 結果出來了 那大家就來支持 不論是蔡英文 不論是賴清德 就支持民進黨所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因為畢竟對民進黨來講 現在不論誰出現 明年的選舉都非常的艱困 所以團結是一定要的 那也希望說兩位總統候選人 也要支持 或是說約束你的所有的支持者 一定要去支持 現在這個所有黨所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好那議員我們想來繼續請教一下 像之前總統蔡英文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人家問到說 這個蔡賴有沒有可能互為對方的副手 那總統是回答說 他不侷限於任何的決定 議員怎麼看 現在講這個蔡配賴或是賴去配蔡 其實對兩個總統初選候選人來講 就是有一點點為難 因為現在兩個都在拚初選 初選一定都要拚第一 沒有人要拚第二 那所以第一出來之後 總統人選出來之後 才有講就是要去配誰的問題 所以對蔡總統來講的話 他如果現在去講說 他當然希望蔡賴和 可是如果說現在去講蔡賴配的話 我覺得對賴院長也不尊重 對於他的支持者來講 我覺得可能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認為說要等民進黨的總統初選 結果出來之後 再去講說要去跟誰來合作 千萬不要忘了總統 他一直在強調 一加一一定要大於二 那所以現在是蔡賴一定會合 那到最後是不是會配 我覺得那當然要尊重當時 如果結果出來是賴院長 他是第二名 也要尊重賴院長的意見 那或是說蔡總統 看當時的局勢 跟誰來合作 對民進黨這塊品格 可以做得最大 那當然現在對我們來講 蔡賴和一定是這個民進黨裡面 最強的一個組合 那我們也希望說蔡賴不論誰出現 蔡賴最後一定要合作 但是是不是能夠衍生到說 所謂的蔡賴配合 我覺得那可能還要等 禮拜四結果出來之後 我覺得大家再來談 會比較有那一個 實際的這個存在的討論感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好像都有點早一點點 其實也是三天之後 其實大家這個謎題就揭曉了 好 這個民調從今天 晚上六點到十點就開始了 那另外我們想請教一下志偉 現在這個民調 是不是讓現在民進黨那氣氛非常緊張 我們這兩天看到好像很多人 紛紛都選邊站 那你身為立委有沒有這樣的壓力 壓力是一定有的 焦慮也一定有的 擔心也都一定有的 但是我覺得像我個人 就是說我一定支持我們自己民進黨 但是我並不去選邊站 但是我們的支持者說你一定要告訴我是誰啊是誰啊是因呢還是賴呢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我說這沒有怎麼辦 民主機制你不要讓我來影響你們你們心中理性的深呼吸十次之後你接到電話或選擇你自己要選的人這樣就好了 但是我必須要講就是說這一次民進黨的初選是不是立下了一個典範我們很快速的讓真的也有爭議 但是快速的讓爭議過去快速的機制出來快速的定調下來 那我覺得這一次民進黨的初選我覺得很多美國人因為最近台灣來了超過100位的立法委員我想過去淑慧姐也擔任很重要的要職 那這些立法委員來到台灣說哇塞你們整個初選是典範耶 因為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我們那個詞片啊幾百片幾十片全部都要寫信蓋章雙方有律師 而且是開直播沒有一絲一毫是透過人工製造加工完全讓他公開透明的 我覺得在民進黨這一塊因為有公開透明必須要給黨中央一點credit這會加速團結 因為我們沒有看到說裡面有動任何手腳也沒有起棋也沒有怪怪奇奇怪怪的初選嘛 那在這一次的整個進行當中你說民進黨最焦慮的是什麼 你說中國在香港最近發生的事情那才是我們真正焦慮的來源 因為民主進步黨就是民主就是進步就是公開就是透明 我們這一切可以走得這麼快一切都是因為這是我們優良的民主傳統 那民眾在焦慮的是說因為這一次的初選你仔細看老實說啦 對不起蔡英文對不起賴清德 兩位一個是總統一是前院長他們的初選的這個發表會其實是蠻無聊的 真的是蠻無聊的為什麼會無聊是因為兩個人都太有君子風範了 你感覺沒有火花 沒有 嘭叭叭叭叭叭叭叭 大家都在論述就是論述說我未來 有一个国阵 施政蓝图 国家的高度在 还有它过去跟未来要做什么 那当然这样子的东西 会比较无聊一点点 但是你可以看到 两边的人都极度克制 那反而我们在网路上面 看到有一些什么奇怪的图 乱批图 然后乱搞 那个不见得是 我们真正的支持者 不要忘记了 台湾是全世界公认 假消息 公警第一名的 所以我也请我们的支持者 要坚定自己的心 然后有的时候 我必须要讲 我们有时候出国 不会看到那个 这个法院的自公平的女神 眼睛是蒙起来的 威希尊 不要相信你看到的东西 相信你的心 很多时候 在我们眼前的都是幻象 那真正要帮助台湾的 就是唯有选后 选后 选后的团结 好 刚才志伟讲到 其实蔡赖呢 在政见会上面 双方都展现了风度 好 我不知道文琦 你怎么看 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觉得现在真正 让台湾人民焦虑的 其实是我们的蔡赖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进行 因为我们已经从他们的发表 的政见会 刚才志伟有稍微提到了 我先讲 第一个你证明了蔡总统 世人不明 蔡赖体制在一一二四破功 然后苏嘉全说 选了一个不对的 这个是国民党的思维 所以我才讲说 每一个人都有产权的自由 全部都是出自于 民进党的高层人士讲的 发自废口之言 所以我就听到话 所以我觉得志伟也许去看一下 苏嘉全怎么讲 还有十九市县市党部的表态 各位记不记得 罗温嘉跟我们的卓榮太讲 要党公职人员 不要表态 但是大家要表态 这很正常 可是我要特别强调 在一一二四已经证明人民 就是蔡总统的说法 是说台湾人民跟不上 大家就要知道说 这个蔡总统执政的一个风格 已经让大家很害怕的一个状况下 我觉得有一个人的说法最棒了 各位请大家去看一下 阿扁怎么去评价 蔡总统最近所有的表现 已经跟你说了 我已经评价 他承认 当时候确实是由蔡总统 带着民进党脱离低谷 可是现在2016已经还给蔡总统 结果蔡总统现在搞成这样 所以我们的赖清德才会讲说 那个一加一 刚才昆臣讲的一加一的那个一 第一个一 是要谁没有讲清楚 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又在老调牙 我已经强调 陈定来各位去查一下 台湾四百年来第一阵 还有做过百度 这个很重要 你不要用到最后变成一个人 我觉得现在当然 他们如果能够在礼拜四 给台湾人民一个机 就是一个结果的话 也算是给台湾人民一个痛快 回过头来我要讲一下 为什么和志伟刚才讲的 我觉得要小小回应一下 为什么会很无聊 各位 一二四是不是九合一选举 已经给台湾人民 台湾人民已经给蔡政府一个 很明确的讯号 可是你有沒有发现 当蔡英文跟赖清德在对抗的时候 他说如果即便射出去把被移走了 如何如何 他都不会提高 他也不会伤害 这就是我讲的富人之人 他没有真正爱邻近 因为离二的距离越来越近 第二个 在他们所谓的政见发表会上 对不起 他们讲的为什么城墙烂掉 全部都是一九 就是那些什么台湾前途 没有任何的当时候 为什么赖清德要出来挑战现任的总统 他没有讲清楚 今天你的正当性 你吃嘴跳出来说我觉得民进党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我为什么会比蔡英文更好 这个原因赖清德基本上也许是基于他的私人的恩惠 或怎么样 他没有讲出这才是真正的大是大非 但是我最后我要肯定一下 淑贵议员即便他是民进党 他刚才讲出了那句话 我非常肯定 他说还是认为说是一个 就是为了中华民国 所以我要跟昆仁讲 讲了那么多 不要太过自我感觉也良好 因为所有赖清德跟蔡英文讲的最后这句话 一个党员必须遵从党的意志跟决定 我刚才引了陈水扁的话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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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真正的问题的重点嘛 所以今天他们即便演了再多的戏 我坦白讲 台湾人民看得很清楚 但是我觉得赖清德毕竟还是比较像君子 所以站在我蓝宁的立场 如果我可以挑 我接到民调我一定会支持赖清德 好 这是文琪的立场 这个到底是在帮赖清德 还是帮赖清德 好 这个民进党这个电话民调 最快13号也就是礼拜四 就会有结果出路 不过刚才文琪也提到 他认为蔡赖现在还是在混战当中 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国民党现在也是党内互打 打得非常激烈 下段节目回来 回到两点说新闻的节目现场 民进党今天是电话民调开刨了 而国民党今天则是公布了初选名单 确定是由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高雄市长韩国瑜 以及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另外还有是森文学校的校长 张亚中 还有前台北县长周锡伟 这五个人呢 要来抢这个蓝营 披蓝袍出战总统的入场券 好 那国民党呢 明天开始就会举行参选人的座谈会 而接下来呢 分别会在这个6月25号开始呢 6月25 29跟7月3号 会来办这个国政愿景的电视发表会 总共会有三场 而最后呢 7月5号到15号 就是重头戏的举办全民调 那最后7月28号会在全代会上 提名最终的赢家 到底是谁来出战呢 好 那国民党初选呢 现在是打得如火如荼啦 不过党中央就怕党内互打 血流成河打到分裂 所以国民党现在就要求 这些台面上的参选人要签 不要破坏团结 绝对不会拖党参选的初选公约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党主席吴敦毅他怎么说 党主席吴敦毅他说 这是很阻人的事情嘛 那怎么可以这样子随随便便的拖党呢 好 那朱立伦就说 他认为这是很基本的要求啊 不过郭台铭他倒是很有意见 他说现在朝鲜的办法 都要不清楚是要签什么 所以他就肯定大家先不要签哦 郭台铭他认为初选办法 一定要明确之后才能够签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我们的报道 国民党就怕一手好牌会打到分裂 要求五位参选人必须签下公约 承诺绝不恶意攻击其他参选同志 并约束支持者不得有挑衅攻击行为 为或提名也绝不违继参选 这个基本的智慧嘛 它是党员的身份要参与 党的总统候选人初选的提名机制 怎么可以随便脱党呢 初选之后我们就要全党团结一致 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我觉得如果不能够符合基本要求的人 他根本不能够来参加我们的初选 郭台铭日前提出 国民党初选要纳入手机民调 更要有备案机制 也就是初选胜出候选人 如果不能再选 辈份候选人要揭提上场 对国民党要求签署不破坏团结 不托党参选的公约 郭台铭要国民党先讨论他的方案 定好初选细节再说 你犯法都不清楚我签什么东西 我还签所有的候选人都不要签 党中要制定制度 否则 那国民党 这个比民进党还要赖 没有这个所谓的卑位的一个条文 所以我们是尊重 拆检投资的意见 国民党则公告初选人选 包括韩国瑜 郭台铭 朱立伦 周锡伟 张亚忠等5人 主动退出初选的王金平 不在名单上 7月5号就要展开10天全民调 定好办法之前 郭台铭开杠韩国瑜 批党中央 要帮自己争取最大空间 好刚才看到 在新闻报道里面 郭台铭对党中央是炮火全开 认为这个初选办法 到现在还这样子 非常不明确 到底是要签什么 我们首先想来请教一下 昆城议员 你怎么看国民党 想要定出这个初选公约 这个其实我看一下 这个初选公约 其实应该 这个比较重要 应该是第六点 如果说没有获得提名 绝不托党参选 应该是这一点 那其实现在已经 已经有人先 先不参加初选了 现在已经有人先 王金平先丢出震撼蛋 王金平他说 这次奇奇怪怪的初选 所以他不参加 那我认为郭台铭 不愧是全台首富 那个鸿海大老板 因为他知道魔鬼藏在细节里面 那所以说 他说这个东西 大家要去看完之后 再决定要不要去签 而且他劝大家不要签 为什么 因为他这么这个东西 不清不楚的 对这个候选人来讲 或许会有一些什么 这个细节藏在里面 他希望说党中央 要说清楚讲明白 他才愿意签 其实我觉得不用签这个东西 因为其实国民党 应该有自己的党计 如果托党参选 这个应该要怎么去处理 其实国民党 国民党这个党计 其实就一般的选民来讲 其实大家会觉得说 现在国民党 我看有五个候选人 应该现在只剩下两强 就是只剩下郭台铭跟韩国瑜 那郭台铭一直觉得说 整个党好像这个运作的机制 初选的机制 都是在为韩国瑜来 这个想方设法 就希望能够让他来参与这个初选 所以对他来讲 他会觉得是一个很不公平的 那另外一个说不公平的 王清平他就说他不玩了 那所以我也不晓得说 这个对于国民党的支持者来讲 会不会就像这一个郭台铭所讲的 如果这个东西不清不楚的话 那其实国民党真的很烂 国民党真的很烂 那对于国民党的支持者来讲的话 他们当然会觉得说 那现在这个初选 大概要到七月 七月开始这个做电话民调 这一个月期间就是让郭台铭 还有韩国瑜双方在冲刺 那韩国瑜他现在接连几乎是每个礼拜 他都会办他的造势的活动 他等于是要用这个战车 把所有的候选人都把他拈过 那当然郭台铭身为台湾首富 那他我觉得他今天讲的话 也很有玄机 他认为说其实韩国瑜 他是不是受到某一个媒体集团的操控 你从他现在所讲的 有关这个香港送中 昨天超过一百万人的这个出来 这抗议这个送中条例 如果按照韩国瑜凯道肇事 他说有四十万 那我觉得那个昨天香港 应该有超过三百万人站出来 有这么多人站出来 可是竟然韩国瑜对于说这个说法 他说他不知道不清楚 那所以郭台铭认为说韩国瑜 应该是受到某一个媒体集团的操纵 所以对郭台铭来讲 他现在不只是要对抗韩国瑜 他对韩国瑜背后的 那一个媒体集团 那背后的那个媒体集团 跟谁有关系 跟国台班有关系 所以其实郭台铭已经讲得很清楚 那我认为我所有的选民也都是一样 当你七月份 国民党的电话民调开始的时候 真的你要去注意去想一想 到底是谁要代表国民党 还是谁代表这个所谓的亲中势力 出来参选 我想所有的支持者都要 这一个国民党支持者 那如果是我如果是我接到电话民调的话 我会支持郭台铭 我会支持郭台铭 谢谢丞相事件 刚才昆程议员有提到一个观点 他说为什么这个国民党要搭签这个初选的公约 国民党自己不是有党纪吗 文行怎么看 我想这个初选办法 我觉得每一个民主时代就是这样 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想法 但是我必须特别强调 国民党针对第15任的初选办法 特别办法已经出来了 事实上都出来了 所以但我们也知道明天6月11号 基本上他们五个人会见面就民调的作业 我觉得郭台铭他可以把他的想法再次的讲出来 因为游戏的规则在王金平退出党内的初选 就他们五个嘛 我觉得当然初选办法确定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说法很有论述 很有这个震撼力 我觉得他当然可以尝试在明天的这个见面上面 大家做一个表述但是我要讲坦白讲 很多人说好像吴敦义吴主席有在避谈这个 其实我觉得无需避谈 今天初选办法清清楚楚的 就是没有所谓的被位条款 我坦白讲没有被位条款 没有的事情你要他怎么去回应 我觉得你就看白纸黑字的东西 大家照着游戏规则拼教育 这就是民主的一个游戏规则 但是我要讲今天所谓的换柱 我现在就要讲 我坦白讲各位想想看 当时候国民党是怎么样被蓝宁的选民教训 因为换柱嘛 各位现在先回想 假设啦 国民党真的这么的天众英明又换柱 假设又发生 你感觉他会温戏喔 我坦白讲就某个角度脱党 就像民进党对民进党的支持者而已 脱党就死定了 这一次如果再善远换柱的话 各位好朋友你们想想看 这些所谓的铁杆女士 深海甚至泛蓝的人会不会 因此今天讲的这些事情我要讲 其实就是留一个香那本 我觉得很好啊 你今天把你 我宁可相信郭台铭提出 这个是一个善意 他提醒有没有可能有这些状况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说 他有那八点 回过头来讲 我觉得回到一个政治的一个本质 各位一定要记得 就是这些人的政治人物的话 听听就好 因为政治是讲求实力原则 我坦白讲 你如果这些人 现在能够把他清清楚楚的 政见的政策牛肉啊 不要说我们像说刷英文总统 对吧 我们说政党派长万 万后党 刷英文一四人 今天这几个人 我觉得可以啊 你们现在就利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把你们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丢出来 让台湾人民去检验 我坦白讲 如果今天真的再次发生 这种所谓的 亲者痛 丑者快 坦白讲 我们一直讲 我们团结都不一定能够赢过 现在这么泼辣的辣海妹的一个 欺负赖清德的这个做法 如果这些人 如果又各自为政 我想国民党就死定啊 就是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我 所以我还是在这里呼吁 我虽然身为蓝营的支持者 但是坦白讲 我建议国民党的所有的这些候选人 你们真的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选举公约 大家看看 记不记得 那时候林阳港跟李登辉 李登辉怎么答应林阳港 所以这些东西我坦白讲啦 听听就好 看看就好 因为最重要 最后还是实力原则 但是能不能够真的接地计 跟人民站在一起 才是决定初选 谁能够真正胜出的一个关键所在 好 既然刚才文琪提到 郭台铭之前有提出这个 被位的条款 我们想来请教一下志伟 到底为什么郭台铭 会在这个时机点这样子提出呢 我觉得郭台铭已经忍了很久了 这个郭终于爆了 这个过去我就对郭台铭提出一些提醒 因为他很容易突然暴走这样子 所以他已经忍了非常久 那至于刚刚我看到 这个所谓的这个条款是不是 就是候选人那全名叫什么 奇奇怪怪吗 那叫什么 一点都不奇怪 那叫什么对不起 第六点 没有啦 整个公约 那叫什么公约 初选同志公约 很奇怪 大家有时候去一些景点 说请勿小便 有没有印象 这边不要尿尿哦 表示很多人在这边尿尿嘛 或者说我们去逛一些商店的时候 不要乱丢垃圾 表示就会乱丢垃圾 或者说不要偷东西哦 有人在给你露营 民进党的初选 有没有写这个东西 在总统的层级是没有的 不用写啊 建设处去把就移走啦 你一看这个格调跟高下立判 然后弄到说他们的候选人弄到 我认为在我心中 王金平是有一个国阵的高度 毕竟当立法院院长 等于三权分立 或所谓的五权分立 他有他的高度在 他一看就知道 这里面藏了一大堆妖魔鬼盖 妖魔鬼怪 我没玩啊 他其实有点心灰意冷的概念啦 那我觉得说 在这一次国民党内部 大家已经开始说 会不会有什么备案条款啊 备案机制啊 暗杀机制啊 因为国民党过去的时间 就有一个换柱风波说 那现在仔细看一看 民进党开了直播了 民进党把所有的这些 初选的过程 全部把它录影下来 而且是纯正的哦 并且有律师 双方派律师之外 还有第三方律师 在那看 在那六页 全部给你公开透明 国民党为什么不敢走到这一步 为什么不敢公开透明 而且我刚刚文琦在讲说 什么抓到拍摸啦 不能这样子讲啦 这个世界没什么 拍摸啊 拍摸啦 就不合就不合嘛 那你看国民党所有的候选里面 明明都是一时之选 结果打成这个样子 那外交我再讲一下 韩国瑜跟郭台铭很诡异 我看到一份民调 我今天早上也 我昨天晚上真的没睡好 因为我看香港东西看太久了 早上想要整个醒来 你知道吗 韩国瑜在年轻人的支持度 剩下几%你知道 剩下一%而已 一% 而且大幅度认为 郭台铭跟韩国瑜两个之间 也完全没有互补性 两个其实 我一直以为两个应该会有 选举上面可能会有互补 所以未来的时间 这一群候选人里面 不可能像你看赖跟赢 还有人说是赢赖配赖英配等等的 表示两个人之间还是有信任的 可以合作的 但是在国台 在国民党内部 他们两个人有信任 有啊 当然有啊 不然的话怎么会有共识呢 民进党的初选是两边的人 要签名签下去之后 才可以进行的 国民党的不是 国民党的过程 国民党阿扁的讲法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那么爱阿扁 我明天帮你拿一本他的签名 没问题 好 来 那你自己再看一看 就是国民党内部 是没有共识下在进行 所以大家都心慌慌 很怕会被暗杀掉 好像有互相猜忌的氛围 猜忌之外 互相攻击也很严重 那我认为其实 拜托一下 都已经泱泱大党了 也已经超过百年老店 可不可以做一下民主的典范 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对你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价值又是什么 一场初选而已嘛 何必弄成这个样子 我们其实身为在野党 我们也不希望看到 执政党 身为我说身为在野党 我们不希望看到在野党搞成这个样子 我们期待所谓的国民党应该要好好的处理你们的整个初选去进行 他还看好国民党 国民党从头到尾就不是民主政党 一个不是民主政党 从以前他们的顺床山开始就要做那个 欺负政党 欺负政党总是要欺负别人的名字 所以刚才我说的那几行 根本都是庄家的说法啦 人家要当家的都来喔 你不能拔牌叫你不能安装你不能安装 议员觉得谁是庄家 庄家当然是他们那个吴主席啊 虽然那个副主席实在是欺负啦 国民党当晚都因为这样 我们要给他拍拍手啦 真正 认真 打扁 我没害你 因为我们看国民党 我看了很久的 当初是没要入国民党 就是因为很少有你这种人材 你给他看这五个 全民是参加的嘛 所以他不得不 我说五吨是有够可怜的 做过副总统 做过行政医党 五不五六中再来做这个当主席 结果做到现主席 全在拔牌叫的人要来 他做当的人只好说不这样啦 这个要怎样 这个要怎样 其实都要跟大家说 虽然刚才副主席这样 吹嘴巴烙烙 把我们民进党的来报 这样讲到这样 压嘴巴烙烙都有啦 但是儒鼠家贞的当下 他没有反过来 来对照自己的部分 因为他们这五个 我们都知道嘛 为什么他要拿 那个什么备位 条款 备案机制 因为他算了就算了 不知道嘛 过来台评 到底他方那会 中国可以处理吗 美国可以处理吗 如果处理好 他算总统要做什么 韩国瑜 金本就算责 市長就沒有製調做 他是做過議員的人 他是做過立委的人 都不知道市長要做什麼 他怎麼製調做總統開玩笑 不然台灣的事情就發生不完 他怎麼知道這個 到底香港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說今天這個総選的制度 很清楚 民進黨放在那裡 雖然有人不有人叫 但是呢 最後你有沒有看到 人後面人說到五四三幾米 人在董事林 就是這樣軍主奉道 民主奉還 國民黨呢 哎呦 都還沒爬上來的 你看 人民進黨已經在 要來接電話 要來儲選 要來看民調 他們說不只要去協調 不然他們朋友比較大聲說的人 說到現在要不好吃 不然這裡送什麼 像他說的 副主委說這句我最愛學樂 他說不要再拔虛了 看到你們這裡的政治人物 你是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國民黨也不可以用這些 你們在國民黨裡面是有憲法的 用這個特別法 特別法的位階 會高過於你們自己的憲法嗎 不要開玩笑了 沒有啦 學民進黨吧 我們千萬不能學民進黨 我們待會兒要繼續來討論 另外剛才 淑慧議員有講到 韓國語不曉得香港發生什麼事 現在這個韓國語不知道的事呢 待會兒下段節目回來 我們說給你聽 回到兩點說新聞的節目現場 今天全世界都聚焦在香港的反送中大遊行 組版單位勾給哦 有一百控三萬人騎出來抗議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規模是相當的震撼 而這些人呢是要抗議什麼呢 他們要抗議的就是香港政府強推的逃犯條例 到底什麼是逃犯條例 簡單來說就是一旦通過的話 這一款逃犯條例呢 可以方便香港政府向中國移交嫌犯 好 這就讓大家非常擔心 會不會以後香港人 或是說你只是到香港玩的遊客 也會被帶去中國送審 好 我們要趕快來看一下 昨天這一場呢被認為是 香港主權移交以來規模最大的示威 來看我們的報導 從推擠變成全武行 抗議者推到巨馬衝破防線 警方噴灑胡椒噴霧 揮舞禁棍 雙方引爆激烈衝突 為抗議北京政府長臂管轄 香港徹夜不平靜 9號的反送中示威 越晚越緊張 活動結束後更不平靜 在跨10號的午夜 立法會前首先爆發衝突 警方強制清場 搜查行動直到10號早上6點左右才結束 香港民眾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 獲稱送中條例 也就是可將罪犯從香港引渡到中國 澳門和台灣等地受審 被質疑削弱香港司法獨立性 也被認為是北京 用來打擊異議人士的工具 9號大批民眾傳白衣上街遊行 發起者表示有超過百萬人參加 但警方說最多只有24萬人 行動在入夜後升級 因為抗議者認為溫和遊行沒有用 需要更大音量讓當局這事 我覺得如果今天不出來不知道 可以等到何時才可以發表自己的聲音 而港府9號晚上發布聲明回應 表示尊重不同的聲音 據正義的條例草案 預定12號進行惡讀辯論 看來民意雖然傳達了 當局就只是尊重而已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香港政府台都是大家的 還是強硬要收這個逃犯的條例 好 大家都非常擔心 這個條例如果一旦通過 會不會變成是遣送政治犯的任意門呢 好 看到香港現在的處境 總統蔡英文他就表態堅決的說 台灣人根據國定自己命運的管理 絕對不會接受一國兩制 好 這是蔡總統的看法 而賴清德也呼籲大家 不要再對中國存有幻想了 而另外野小角逐2020總統大位的郭台銘 他則是說他認為香港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高雄市長韓國瑜 他第一時間被問到針對反送中大遊行 他有怎麼樣的看法 他居然是回答他不知道他不曉得 好 不過一直到剛剛韓國瑜才發表聲明 表達捍衛台灣民主制度的決心不容懷疑 不過韓國瑜他雖然有發聲明 但是他這樣子慢半拍的表態就被炮轟說 他像在海盜或是在花蓮的造勢現場 他就這樣子霸氣的宣言 那怎麼面對中國他就這樣子裝聾作啞呢 我們想先來請教一下志偉 你怎麼看韓國瑜這樣是慢半拍 我對韓國瑜必須要問韓粉一個問題 韓粉們看到韓國瑜這樣子講話的時候 你拿著中華民國的國旗在那邊 心中有什麼感慨 因為其實如果有在關注的朋友 會發聲說在遊行的人裡面 很多人拿到中華民國的國旗在那裡 他們對台灣還是有個民主自由一個想像 甚至是有香港的小朋友 寫信到我們台灣的政府 希望我們幫忙他們 那我這兩天其實我覺得有點難過 就是說我遇到一群香港的小朋友 他跟我在台灣環島 那大概是上個禮拜的事情 他跟我照相很開心 然後拿台灣的那個黑金剛土豆給他吃 我說怎麼會黑的 他說為什麼啊為什麼黑的 他就吃得很好奇這樣子 然後照完就是大家很開心嘛 在士林那三角那邊弄完之後 各個半小時不知道為什麼他流很 他原本就是起夾身 已經流很多汗 他流更多汗跑過來跟我說 這個千萬不可以PO到臉書 我們都會出事喔 這麼擔心 他說他會出事喔 然後我就其實我第一時間就覺得怎麼會 對 第一個是我提問嘛 然後他說不要問我也不知道 我們就很害怕 第二個我就覺得知道說他們言論自由等等 確實大幅度的被限縮 才有這一大波的人整個跑出來 昨天來到103萬香港的人口只有700萬 換句話說七分之一 七分之一的香港人全部湧上街頭 那昨天晚上我們看到兩點多三點 還在看他們的直播 我昨天其實心情很緊繃 我一直不知道說會不會有怎樣的暴力的事件發生 有一些零星的警察毆打人 那個或是被帶走 那我昨天很慶幸的是 香港畢竟還是經過有民主過 然後才到現在的威權 它裡面穿梭的很多國際社會的人 所以你在看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金髮碧眼的很多 不太像華人的這些亞洲人在裡面穿梭 所以在某一個程度也保障了香港昨天是安全落幕 但是仔細想一想台灣可以抗議吧 不管你合理的不合理的都可以去 但是在香港你看今天民眾給壓力了 人出來這麼多了 他說尊重啦 但是還是依然的是去二讀這樣子 我今天講到我要下一個結論是說 要拜託台灣想看看 蔡英文說我們不要變成香港 那我要問的是說我們會比香港更慘嗎 這是我要問的問題 因為台灣過去畢竟有白色恐怖 人到了就先屠殺 這是過去發生 雖然我沒有經歷過那一段歷史 但是它繞在我們的心裡 那我覺得今天仔細看看 郭台銘的表現算是非常好的 他就是畢竟是商業人士 畢竟是政治素人 就是論事 他說他們的方法是失敗的 但是韓國瑜在昨天第一時間出來的回應 我看到覺得說有點失望 你的直率是直率嗎 你的天真浪漫是真的嗎 還是你跟柯文哲一樣見人說人話 見到不可以得罪的人 就不會說出得罪人的話 這是我覺得我對韓國瑜最極大的失望 那我覺得這些韓粉們 你網路上面自己去看看 看看韓粉們怎麼講話 今天韓粉們都很安靜 沒人再說什麼話了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民調也很精準 雅虎做的 認為韓粉正在大幅度下滑的人 有將近四成的人 乃至於他的中心思想 乃至於他的政治的表態 乃至於他對民主 對於人權對主權的這些想像 其實都快要變成幻想 跟一場噩夢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其實 在這一次初選當中還是期待 候選人們應該要把台灣未來的想像 是什麼 你要保障台灣是什麼 你其實仔細想想 你要選總統的人 你如果台灣夠不夠 你選什麼總統 聽到剛才智偉的發言 另外我們想請教一下昆程議員 到底韓國瑜第一時間說他不知道 是真的不知情還是說遇到中國就腿軟 韓國瑜當然知道 只是他不會講 他也不能講 他也不敢講 那不然韓國瑜罵到民進黨 哇這一個跟你一樣 火力全開 對火力全開 那可是呢一講到中國 其實我覺得其實郭台銘這一點 真的比他強 所以我為什麼說我如果接到電話 會支持郭台銘 至少他說這個一國兩制行不通的 而且他講過他以前跟這個韓國瑜講過 不要去禁中聯辦 那所以其實郭台銘對於這個中國 像昨天這個送中的一個政策 我認為至少郭台銘的這個態度 還比較明確 那韓國瑜呢韓國瑜他就是閃跟躲 那今天好不容易講出了什麼 三個不容懷疑的話 那我看一下三個不容懷疑 其實跟昨天這個送中條例 好像沒有什麼關聯 他只是就把以前的這個態度 就講了一次 這個三個不容懷疑 大概只有一個一個 我認為一個重點 就是不要去懷疑 不容懷疑韓國瑜而已 就是對他的韓粉來講話 那其實我認為 如果今天韓國瑜有這個機會 他變成國民黨總統候選 正是有這個機會當選上總統 那今天如何中國習近平 他威脅了這個臺灣 威脅了中華民國 那難道這個韓國瑜還要等到一天之後 才發表回應嗎 我覺得就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國民黨支持者真的 就好好的去想一下 就是說而且大家不要認為說 這件事情跟臺灣人沒有關係 這件事情跟臺灣人關係太重大了 在座的人我認為我們三個人 大概以後都不要去香港了 連在香港轉機 我十五年前就不可以 甚至在香港轉機都不行 因為在香港轉機 他就都有可能認為說 我們三個這個違反了他們的 這個中國的這個法律 就把我們遣送回去中國了 而且不是要只有我們三個 就是說好像我們是跟政治有關係 我們是民意代表 甚至你跟中國做生意的人 你如果在中國逃漏稅 你被人家惡意檢舉的話 甚至你在中你在香港轉機 都有機會被遣送到中國去啊 所以說為什麼香港這一群人 就認為說今天你如果不站出來 那以後真的沒有機會站出來 那所以今天很多人想說 今天的香港會不會變成明天的臺灣 我們當然希望不要 可是這個香港的這個陰箭不遠 他們今天港府還是說 六月這個禮拜還是要去惡毒 要如期惡毒 對然後七月一號 這個香港人還是會站出來 還是會站出來 那我是覺得說今天我們聲援香港 其實也是聲援我們自己的這個民主態度 民主制度跟我們的這個生活的一個態度 那所以說今天如果我們在座的 能認為說我們要維護中華民國 我們主權獨立 我們的這個自由民主生活方式 那我也希望韓國瑜 韓國瑜不是只有發大財 發大財沒有辦法去解決這些事情 你對於這個中國的政策 你對於這個送中的條例 你必須要更明確的態度 那不然今天要國民黨要選總統 我真的是很擔心 今天如果國民黨是交給韓國瑜這種人 所中的話 不是只有送這個把自己 國民黨的這個前途送掉 有可能把台灣的前途都送掉了 好我們想請教一下 許惠元你怎麼看韓國瑜的聲明 韓國瑜實在是說實際 我們這部分要他了解 為什麼他說實際 因為他說不知道 他不知道逃犯條例 是不是要跟一國兩制的話 畫上等號 他說不曉得 是說不曉得 阿強那邊不知道什麼意思 所以他這樣回答實在是很實在 我們不要錯怪他 像我是出生的時候 就已經活在戒嚴當中了 所以到現在很多人在講 黃少爺你做過立委 你做過議員 到現在只有一個手機 就這樣看你的FB留言 我怕啊 為什麼 因為我在那個恐怖當中 我換過半四人 所以到現實時 我還是有這種恐懼 這不是現在年輕人可以理解的 但是今天的香港 他已經在告訴我們 未來如果像這樣子的條例 如果可以通過 你還要去